在齐齐哈尔的扎龙村附近有一块禁地 三百年来流传着各种恐怖的传说 始终是无人赶入 结果后来因为村子里修路 村民不得已进入了这块地盘 很快他们在这里挖到了一个古墓 再接下来村子里就传出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说法 说这个墓室的棺材里 躺着一个非常恐怖的女人 里的村民再也坐不住了 找来了专家就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谁也没想到 身经百战的口谷专家进去一看 也是吃惊不小 我当时一进步一看的人把我吓过去 我说这是张个大嘴 完了身上的衣服撕得特别破乱 而且一层一层的 抬出来以后一股特殊的味道就呛鼻子 原来躺在棺材里的 是一具女人的干尸 这样子十分的吓人 两眼瞪得溜圆 黑洞洞的 嘴巴也是张得老大 表情看起来那是极其的痛苦 让谁见了她的样子 都会浑身发麻 在一起就问 说这个女的死怎么这么痛苦 两米七 南北两米七 对 等大家把她抬出来一看 更是不可思 只见这个女人是四肢扭曲 这双手和双脚都呈张开罩 下手伸着 好像要去抓什么东西 两目原灯 张口 双肢往上弯曲 挣扎着 两手臂张开 考古专家们挖了不下几百座墓室了 可是像这样面目猙獰 四肢扭曲的尸体 还是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个事实在是太蹊跷了 专家们也很纳闷 想不通是个什么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说了 左边这个棺材里又是什么呢 刚刚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场面 大家心里都直打鼓呢 这左边的棺材 看着个头比右边的还要大上一圈 里面会不会有更加可怕的东西出现呢 怀着忐忑的心情 大家打开棺杆 看过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腔 原来左边的这口棺材里 只有一堆已经腐烂的衣服 还有一具平躺着的男人的尸骨 按照专家的推断 这应该是一座夫妻合葬 从木棺的外观和随葬服饰上 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非一夫妻 可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警的是啊 墓室男主人已经化为了一堆白骨 可女主人却仍然是尸身完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解开墓中女尸尸身不服的谜团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寻找了线索 在离棺木不远的地方 他们发现了一串铿钱 在墓里边出土了26名铜钱 最早的铜钱是康熙的 最晚的铜钱是乾隆的 这一点就说明 这个墓葬最下限是在乾隆时期 也就是说 他的年代 最晚最晚 不能晚于200年 原来呢 这墓中安葬的是清朝的骨头 这样的发现 让前来勘察的研究人员更加疑惑 非常蹊跷 一般正常的咱们尸体 我们是搞人解剖血的 在两年之内 埋在土里边 基本就变成了白骨 谢谢大家